凌兰大魔王九里虎乃是纪灵田会后的新一代凌兰战神热高世界中的战力天花板 如果通过之前的剧情你们没能了解到这位怪物的恐怖 那么通过本集必然可以了解清楚 黑座兄弟乃是独鹅为了对付武装特意派来的强者 在他们刚登场时便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即使面对全员皆是强者的武装精英成员也可以做到一群秒杀 在来到这座城市后便开始横冲直撞乱杀四方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得罪了奉献在内的多方势力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已然忘记前川派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幸好做黑兄弟中智商商好一些的大哥想起他们是为了对付武装才会来到此地 想起自身的任务后的做黑兄弟也打算尽快解决武装从而返回安生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经过艰难寻找下他们也找到了目标 然而此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却将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因为他们所找上的人乃是身穿印有骷髅图案衣服的灵蓝大魔王九里虎 要知道在不久之前他们刚刚得罪了排名第二的奉献 现在的他们竟然又在不知不觉中招惹了排名第一的灵蓝 而且此人还是灵蓝中最为恐怖的大魔王九里虎 当做黑兄弟来到九里虎身后的时候九里虎正在与女朋友联络感情 所以面对做黑兄弟的质问九里虎并没有理会 而九里虎如此姿态严惹怒脾气火爆的做黑兄弟 只见做黑兄弟中的老大一脚便踹在毫无防备的九里虎的身上 这一脚不仅将九里虎从长椅上踹了下去 而且九里虎的手机也在同时被甩飞 要知道九里虎最大的逆龄之一便是那存有近十名女友号码的手机 当做黑兄弟看到九里虎满脸怒火的表情后 也不自然地感到了一丝恐惧 而九里虎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 便静止朝着做黑兄弟冲去 在做黑兄弟反应过来的时候 九里虎已然来到他们的面前 随后只见九里虎一跃数米 在空中盘旋一圈后一脚正中做黑兄弟老大的头部 而这一击竟然将其踹飞数米 在空中飞无数圈后摔在了十数米开外 在一脚将做黑兄弟中的老大秒杀后 九里虎并没有收手 而是一拳又轰在另一人的身上 当百合穿男老大阿波闻讯而来的时候 现场也仅剩下被打得惨不忍睹的做黑兄弟 看着晕倒在地的做黑兄弟阿波顿时明白了是谁笑的手 因为在这座城市之中可以将这对兄弟打成这样的也仅有那位魔王 至此前传派到霍亚流前来对付武装的怪物兄弟 在机缘巧合之下也体会到了死神的恐怖 相信从此霍亚流将成为他们的禁地 坐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